下面我为大家讲下一招 挤腿挑腿摔 其动作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左边腿 很力向我击来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左边腿很力向我击来 其动作要领由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 当对方用左边腿向我击来时 我左脚迅速侧一步 同时身体着闪 左手由下而上抱住对方的大腿 右小臂搁挡对方的来腿 抱住对方 两手吸力抱住对方 上台上步 左脚用脚掌 敲接对方的支撑腿 同时两臂上台 上下协调用力 上下协调用力 摔到对方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观看 我犯一个方位为大家讲解 当对方左边腿向我猛力攻来时 我身体上步 同时身体左侧 躲过对方的来腿 左手由下而上抱住对方的大腿 用小臂挡住对方的腿的攻势 两手协力抱住对方的腿 此时我右脚跟进 用左脚掌猛力地敲接对方的支撑腿 同时两手上台 击腿 上下协调用力 将对方摔倒 其动作要点是 接腿要快 打腿要猛 敲掉对方的支撑腿 上击腿要迅速而有力 这样才能摔倒而重处对方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点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面 请看我连贯地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左边腿猛力向我攻来时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点 即演示 我就为大家讲解演示到这里 下面 我为大家讲解下一招 散身前靠报警摔 其动作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边腿向我头部猛力攻来时 此时我左脚前靠 身体下前躲过对方的来腿 抓住时机 前步前靠抱着对方的支撑腿 两手向前靠抱着对方的支撑腿 同时身体上扛 摔倒对方 为了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 我方便大家学习和观看 我犯一个方位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的身体 当对方用右边腿向我攻来时 此时我身体左脚上一步 身体 往右侧一闪 顺时前靠 抱着对方的支撑腿 两手用力向内抱对方的腿部 同时肩部前顶身体上扛 抱着对方 此时我也可以很力的打击对方的胆部 所以跪压对方的胆部 中创对方 其要点是对方打击的同时要抓住时机 要下散要快 抱腿要蒙 上扛要迅速要协调 跪压对方的胆部要横 准确 这样才能中创对方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蝶 即演示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面请看我连贯的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攻来时 此时便一 叶他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蝶 即演示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面 我为大家讲解下一动作 看腿卡侯跪当 其动作 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边腿向我猛力攻来时 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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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攻来时 叶他 叶他 其动作要领由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 当对方用右边腿向我猛力攻来时 我左脚顺势向前一步 左手由下而上抱住对方的支撑腿 右手小臂保护自己头部 此时 我右手 拳插卡住对方的咽喉 右脚上部盼倒对方 顺势用右脚 右膝 猛力的跪牙对方的当部 中创对方 哎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观看 我发一个方位为大家想起 当对方用右边腿向我 狠力进来时 我左手 左脚 左脚上一步 左手 由下而上 抱住对方的大腿 右手 用小臂保护自己的头部 顺势连手抱住 抱紧以后 用右手 拳插 卡住对方的咽喉 右脚上部盼倒对方 卡住对方的咽喉 摔倒对方的同时 用右膝 猛力的跪牙对方的当部 中创对方 其动作是 对方腿向我攻来 是 我接腿迅速 卡后部位要转 要横 摔倒对方 跪当 部位要准切 要胸横 这样才能打到重创对方的目的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 和要跌 我就为大家讲解演示到这里 下面请看我连贯的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 右边腿很力向我攻来时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下一招 接腿缩腿 其动落 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击来时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击来时 其动作要领 由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击来时 我左脚上步 左手由下而上 抱着对方的腿部 右手 割挡 两手协力抱住对方 身体左压 肩膀上靠 锁住对方的腿 此时用左脚踩住对方的腿 如果对方还能动弹 我将控制对方的腿部 中创 控制对方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讲解 当对方用右边腿很力向我击来时 我左脚上步 左手由下而上 抱住对方的腿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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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背 脚背 锁住对方 控制住对方 其动作要点是接腿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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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点 我就为大家讲解演示到这里 下面 我为大家讲解下一招 防震奔腿的第一招 接腿勾气 其动作 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针针腿向我胸部很力接来时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针腿 用右针针腿和内向我胸部急来时 推开 其动作要领由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 当对方用右针针腿向我胸部很力接来 我左脚向左前上一步 同时身体向左侧躲过对方的针针腿 左手由下而上抱住对方的大腿 右手保护头部由下而上抱住对方的腿 左臂 左臂上抬 右手下压 让对方的腿贴紧自己 此时我右脚跟进 用左脚很力地挑击对方的腿摔到对方 按一个角度为大家讲解 当对方用右针针腿向我很力接来时 我左脚向左侧 猛划一步 身体着散 躲过对方的腿 摔到对方的腿 摔到对方 此时我也可以用脚很力地揣积 对方的咽喉为胸部中创对方 其要点是 这个 对方的腿要快 根部要横 要快 挑腿 勾踢要迅速 有力 揣吸 揣 要萌 蹬起对方眼口要横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碟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面由我连贯地为大家演示 对方用右针灯腿 很力向我攻来 下面为大家讲解下一招 下鸽街面勾梯 其动作 请看我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针灯腿 向我胸部很力灯来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针灯腿 向我胸部很力接来 其动作要领由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 当对方用右针灯腿向我胸部猛地积来时 此时我左脚猛地向左侧外部 同时身体左侧 左伞 躲过对方的来腿 左手由上而下 割掉对方的腿 用右针灯腿向我胸部 用右针狠地打击对方的面部 重创对方 此时用左手拍对方的肩膀和抓住对方的头发 左脚勾击对方的脚后跟摔倒对方 此时我用脚猛力地踹击对方的咽喉 重创对方 翻一个角度为大家讲解 当对方用右针灯腿向我胸部很力灯来 此时我左脚向左侧上一步 同时身体左上 左手用脚背 由上而下割掉对方的腿 此时用右针狠烈地打击对方的面部 趁对方疼痛难忍之际 我用左手打住对方的肩部 或者抓住对方的头发 用左脚勾击对方的脚后跟 身体向一侧前端摔倒对方 此时我用左脚很力地踹击对方的咽喉 重创对方 其要点是对方登来 上步要快 打击对方的面部要转要横 勾击对方的腿部和 扳对方的肩部要协调用力 踹击对方的咽喉要胸横 部位要准确 这样才能重创对方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点 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面我连过它为大家演练 当对方用右针灯的腿 向我胸部喊力针来 这一招的动作要领和要点 即演示 我就为大家讲解演示到这里 感谢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